HELLO WORLD 歡迎回來UNLOCK Channel 我是PK 今天我們再介紹一個新的無線藍牙耳機 上一次我們介紹過來自RHA True Connect II的系列 今次RHA有一個升級版本 就是RHA True Control有ANC 即是主動擴操的功能 今次這條影片我們主要介紹它升級的功能 以及我們試用的體驗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重點了解 到底True Control有沒有比True Connect II更加好呢 那我們去片吧 PK 大家剛才也看了一個很快的開箱 開箱裡面會看到一個True Control的藍牙耳機盒 它跟上一代的設計都差不多 旁邊用了一個鋁合金的邊框有磨砂 中間有一個皮膚質感的表面 摸上去其實也挺高級的 表面有RHA的標誌 也有充電的電量顯示 以及一個USB-C插頭給你充電 整體整個盒插在手裡都差不多佔據了整個掌心 都有一定的重量 對比上一代的話 這個是True Connect 2 這個是True Control 其實盒子還大了一點 重量就差不多 然後我們可以打開 它其實都是一個搬旋轉式的設計 你可以單手打開或者雙手都可以 打開了之後有信號燈 以及看到兩個藍牙耳機 打開之後我們可以看看耳機的設計 裡面都是一個黑色磨砂的表面 還有今次的形狀 比起一般的耳機 就比較特別的 之前會是一個圓形的設計 而今次的設計好像扭扭地 其實是配合你的耳朵的形 戴的時候可以示範一些 戴上耳朵 轉一轉 放進去 其實就會跟你的耳殼的形狀 就剛剛好兩邊 放在你的耳朵 其實戴上去 習慣一會都挺舒適的 而且都不容易脫 只要我踏 或者跑步 其實都沒有問題 當然 始終它整個耳機的設計 都是比較大一點 以及會凸 留意可能會比較容易刮傷 會脫出來 這個要注意了 簡單介紹了它的外型 以及基本功能 我們看看今次它重點升級了的功能 True Control ANC 最大的賣點當然是Loyce Cancelling 就是它的主動擴充功能 今次是有三個模式 開A&C Ambience Mode 以及Off Ambience Mode 就是讓你可以聽到環境的聲音 A&C就是完全隔著環境的雜音 Off的話就是普通帶著它 來靠隔音出來的效果 今次它們的隔音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在室外開了A&C的話 簡直可以將一些車聲和環境的噪音 大部分都隔走了 我們其實都用過其他藍牙耳機 試了同樣有主動擴充功能的話 都覺得今次True Control ANC 真的隔音做得非常之好 不單止它的主動擴充功能 而且它很貼心 再送十對不同大小的耳塞 還有今次是加上耳面的 上一代都沒有連上耳面 比起普通膠的耳塞更加之隔音 你可以看回自己的尺寸 如果用耳面 它隔音的程度 簡直就是完全將外界的噪音 完全隔著 你聽不到人說話 只是聽到你在播放的聲音 不單止是它本身主動擴充功能 加上耳面耳塞去幫你隔音 而且它這個ANC功能 亦都可以透過它今次特製的App 去做調教 你可以去App Store 搜尋RHA的App 你下載連接你的耳機的話 可以在App來控制 On Off不同的模式 並且在ANC Mode 還是Ambience Mode 都可以調整它的效果程度 即是你可以調整轉動擴充功能低一點 即是仍然聽到聲音 還是開到最盡提升隔音的效果 同樣Ambience Mode 你想聽周圍的環境 你想聽大聲一點還是小聲一點 都可以透過App去調教 這個是非常適合不同的用家的需要 去做自己的調教 好來到剛剛提到App 就是第二個大的升級 就是它今次出了RHA的App 配合整個True Control 就多了很多自定 配合自己的用家 你需要 開這個App 就會看到兩個耳機是否連接了 可以做播放 暫停 控制歌曲 是OK的 除了這樣之外 在音質上 都可以透過這裡調教到EQ 它本身這個耳機的聲音 就有一個Natural Mode 其實調教到它有幾個模式 Warm Brite Vocal 以及Energy 如果你想聽低音功勢 高音功勢 還是人聲更多 它們給予這模式 就可以有一個彈性去調教 但它就不能夠像一些很仔細的EQ 續項讓你設定 但就這幾個模式 我想應該可以適合大部分的用家 這個App也提供了一些更仔細的設定 因為這個耳機可以透過Tab 或者Swipe Boot來調校大小聲 開關ANC模式、聽電話等等 在App裏面可以設定Tab、Swipe 到底它的控制有什麼效果都可以自己調校 另外這次有一個新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在耳機旁邊有幾個點 其實是DETECT 你有沒有帶耳機的WARE detection 其實是非常好 你一帶上耳機就知道你帶了 在App裏面WARE detection這個設置 你可以開啟 開啟之後可以設定到你 拿走耳機會不會自動停 帶又會不會自動停 這些全部都可以自己去控制 App是帶給用家一個很細心 很詳細的設置和設定 令到你整個用的體驗都提升了 第三個升級就是它的音質 比起上一代True Connect II 其實這次True Control 它的聲音實正很多 特別是低音更豐富和厚了很多 沒有上次的音樂好像很空曠 有少少散的感覺 這次實正和人聲音 整合都很好 一聽下去已經覺得很舒服 還有一個很大的升級 再加上RHA的App 可以就自己的編號 選擇到它的Tone 配合你的需要 耳機的聲音就更加 配合你自己聽音樂的喜好 第四個升級 是充電盒可以用無線充電 雖然這個是很不錯 但我覺得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再下下插線 有時回到家 就這樣放在無線充電上 它已經自己會充電 還有它的續航力 一直都出名長 特別是在上一代 True Connect 2 耳機加上充電盒 整體有40小時 續航力 這次提升了很多功能 還有主動控制 它就去不了那麼多 但是本身這個耳機 都可以聽5小時 再加上充電盒 額外15小時 兩樣東西加上 就可以聽20小時 基本上你全天都聽了 都沒有問題 用了幾個星期 都可以分享 綜合的體驗和評價 其實在設計上面 都是很高級的 質感很好 來自英國的設計 還有今次的星級 有了主動控制功能 還可以透過APP去調校 隔音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加上今次有了 RHA自家的APP 去做連接 還有做到很多微細 無論是音量 控制模式上的設定 令到你的用戶體驗更加仔細 而今次另一個星級 就是音質 比起上一次True Connect 2 我自己就非常滿意True Control的音質 再加上自己可以調音 EQ的模式 我已經覺得 已經適合我聽音樂的需要了 最後還有無線充電 還有續航力 總共有20小時的話 其實都很夠用 好玩好 用它的時候 都有一些地方可以改進 始終這個設計 拿上手 其實都有一定的重量 還有大舊 如果你不是太習慣 揹個袋外出外 所有東西都在褲袋裡 其實這個盒子都很大 相信它的目標用戶 就未必是女性 一般的女性 可能小一點 輕一點 的色一點 完全不是大舊一點的設計 適合男生 和玩音樂的人使用 而我覺得有地方需要去改進的 就是連接 連接的問題 有時打開的時候 我自己的體驗就是 要等一等信號燈 著了連接了 你才戴 有時戴得太快 可能只有一邊耳機有聲 要重新再連接 這次RHA True Control ANC 它的價錢不算大眾化 但是它的焦點在功能和質素的提升 再加上它的設計和材質的細緻 所以令到整個用戶體驗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這個產品 可以按下方介紹的連結 如果有興趣購買 用了Unlock的標籤 還可以有10%的折扣 再加上三年原廠的保用 多謝你收看這條影片 如果這條影片的分享 可以幫到你 給我們一個讚好 分享我們這條影片 訂閱Unlock的頻道 我們將會有更多關於創業 網絡教學 和科技產品介紹 和大家分享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